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每分每秒都会有人因为饥饿或是疾病而死 中立区起因高中的学生就结合了世界展望会 在学校号召了425位的学生一起参加饥饿30活动 要借由饥饿体验的活动来培养人道关怀精神 我参与本次饥饿30活动 425位学生跟着营长的口令 一同在广场进行饥饿宣示 准备开始体验长达30个小时不进食 发起人陈同学和吴同学说 这个活动已经在学校举办第7年了 希望借着活动让同学都能够更珍惜资源 体会到很多平常吃不到东西的人的感觉 学到很多要珍惜食物 什么都吃不到 然后就是30个小时因为一直狂买饮料 我们有设计一些活动 比如说声障体验 然后再来就是真的饥饿30 所以我们会扎扎实实的二三十个小时 协办单位世界展望会指出 在中东以及非洲等地区 因为天灾战争凉荒等问题 不时就会有人因此死亡 所以希望借着这次活动 欢迎学生们对于国际社会的关心 这个学校是要饥饿30个小时 晚上也在学校住宿 然后真的是要与那些在饥饿当中的人一起体会饥饿的感觉 还有那种疲累的感觉 我觉得对于学生 学校也在推广全能教育 我觉得这部分对学生的一个人道救援精神的一个培养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世界展望会表示 第27届饥饿30勇士大会 即将在7月30 31号在北中南东四个地区举办 并且会使用视讯同步连线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饥饿30官网 查询详细活动资讯 记者延浩轩中立产文报道